都怪 都怪 要對 我們警察來了 是在跟我們派三位 高雄市立委候選人 忠義仲陣營的人員 當街攔阻了邱毅營陣營的人 不准他們沿路發送 這一張寫有全民掃貪官 人人抓賣票的文宣 雙方還因此鬧上警局 我們穿短而已 我們不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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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短 這不是黑寒 這是一份正面的 我把它定義叫做公益文宣 邱毅營拿出招指控 是黑寒的文宣回應對手 就連高雄市長陳菊 也排排座力挺戰術 對此 忠義仲大動作反擊 和支持者來到地檢署正式暗令通告 邱毅營邱委員 為什麼你不敢用你自己的名字 來選民 你為什麼不敢在上面簽名 這個不是黑寒 什麼是黑寒 無獨有偶 彰化的立委候選人溫國民 也針對遭人檢舉 對老人會行賄一事 前往地檢署 拿出招妖禁 地狀告發 黑寒檢舉人 請我們的檢查看 一定要做這個 我不會檢驗的人 還要拿出來 讓我們政壇 在參選的人 不要受到這種打擊 選舉將至候選人交鋒 朝時不斷 無論是黑寒還是奧博 又或是互相指控 隨著投票日即將來臨 恐怕也會跟著越演越烈 記者成功名張信怡 SN小組高雄彰化 綜合報導 謝謝